随着完成接种者获诊跨州出国 卫生部长凯里下午宣布 即日开始前往佛洛交移旅游的民众 不需再强制接受新冠病毒筛检 没错 目前佛洛交移确诊率低 因此卫生部不强制游客筛检 但是当局鼓励他们出发前自我检测 凯里发文告指出 截至这个月10号 5万4千多名旅客前往佛洛交移 当中0.4% 也就是216人确诊 只有一个人在旅游时出现不适症状 而证实感染疫情 但是并非在当地感染病毒 佛洛交移在9月16号推行旅游泡泡以来 不曾爆发感染群 因此卫生部决定暂停强制筛检措施 但是当局提醒只有完成接种者 才可以到佛洛交移旅游 出现不适症状或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都不允许登岛旅游